佩洛西的所作所为 绝对不是什么对民主的捍卫和维护 而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和侵犯 正如很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佩洛西危险的挑衅行为 纯属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那么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非常丑陋的政治闹剧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我们说到做到 至于你关心的具体的反制措施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该有的都会有 有关措施将是 坚决有力和有效的 美方和台独势力 他们会持续感受到的 连日来呢 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在各个层级 反复地向美方阐明 中方坚决反对 佩洛西串访台湾的严正立场 但是显然美方和那些台独分裂的势力呢 没有听进去 既然如此 中方呢 中国军方 中方就只能以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听得懂的语言 同他们进行对话 对于美国政府三号人物串台企图 美国政府本应该严加约束 但却放任纵容 这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适合 你